謝謝院長 今天要就教於院長了 還是有關於疫情全球惡化 那台灣應該如何因應 其實我是想要請教院長 我今天主題就是有關於 台灣發布緊急命令的這件事 那我們現在台灣 算是全球防疫的優等勝 那我們一直在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那現在 因為全球疫情大爆發 WHO也已經說了 現在已經進入了全球大流行 已經發布邊境管制的國家 現在已經有80國 而且還持續的在上升當中 那我想這也包括台灣在內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就教於這個主席的 就是有關於 就教於這個院長的 就是有關於緊急命令的部分 那緊急命令的部分呢 就現在我們看到全球呢 也已經有41個國家 已經發布緊急命令了 那其中當然我們今天列了一些比較主要的 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美國 那美國不只是緊急命令 而且還有八州都已經封州了 那基本上是禁止外出 而且是禁止任何的集會的 那德國總理呢 也有講到說 兩個人以上的社交活動 通通都禁止了 也是進入了這個非常狀態 義大利不用講 西班牙也是如此 你除非有必要的緊急狀況 否則的話是不能夠出門的 法國總統也已經在16號的時候 就已經宣布 法國是進入了戰爭狀態 其實就是緊急狀態的意思 那麼臨近的許多的東南亞的國家也都陸陸續續 包括像印尼 這兩個禮拜 他們的疫情快速的升高 那就台灣的情形 蔡總統在19號的時候 有發布談話 那麼 以當時蔡總統的講法 他的意思是說 以現階段的疫情來看的話 似乎是不需要發布緊急命令的 但是如果未來情勢有變化的話 會是需要採取進一步的動作 包括緊急命令在內 當時是這樣講 上個禮拜也是這樣講的 所以今天我想要請教院長的就是說 那台灣到底在什麼樣子的情況底下 什麼樣的條件底下 或是什麼樣的情勢變化底下 會發布緊急命令呢 委員謝謝你的肯定跟關心 其實委員是法學的專家 你都知道緊急命令是總統職權 在必要的時候要及時做 然後才來請國會追認 沒錯 那這一次台灣之所以好被世界肯定就是 我們在一開始就已經一步一步超前部署 也甚至於在立法院國會都快速動作 所以通過了特別條例特別預算 所以等於是緊急命令要做的事 本來是行政先做才來國會追認 現在是反過來已經有時間 同時讓國會立法通過預算一步一步來做 所以反而現階段是不需要 你們覺得是不需要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未來不排除嘛 那因為你不可能已經事情發生了以後 總統才緊急的說我們要來發布緊急命令嘛 就是說你們所期待的那個狀態跟條件 那我相信總統在召開相關的會議或國安會議的時候 因為院長一定會參加 所以一定會參與高層重要的這個討論 就是台灣那你們一定要有預期啊 要預先準備啊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底下呢 譬如說我在想就可能三個狀況嘛 第一個就是台灣已經爆發了我們本土的 大規模的社區感染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疫情惡化的時候 這是第一個狀況嘛 那第二個狀況呢就是說 雖然台灣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區感染 但是因為我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大流行 所以為了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為了防疫的超前部署 為了防疫滴水不漏 否則我們就前功盡棄了 因為我們目前做得很好 但是從現在開始才是防疫最緊繃的時候 壓力最大的時候 那有沒有這樣的考慮 還是第三個就是不管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都很有信心 絕對不會發布緊急命令 應該委員是這樣說 不是為了超前部署來發布緊急命令 是我們現在已經一步一步超前部署 當然大家都希望不要發生 但你說是什麼情況發生 是 就如同蔡總統向國人同胞報告的 就是目前我們的政策工具跟法律 足以應對現在的疫情 好 未來情勢如果有變化 有需要的時候總統適當發布 所以剛剛就院長的談話 似乎院長您是選擇了A 就是說當然我們希望不要發生 但是萬一台灣真的內部發生了疫情失控 大規模社區感染的時候 甚至於全球經濟發生重大變動動盪的時候 台灣必須因應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我會講說超前部署呢 因為實際上台灣在陸陸續續如同您講的 已經發布了很多相關的一些規定 那這在憲法學界其實是有爭議的 其實許多人都認為說應該早就應該發布緊急命令了 才可以做這些規定 但這今天不是我要跟您爭執的重點啦 那麼包括譬如說我們最近的 19號就是外國人都不可以進來嘛 除非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證明啊等等的 否則的話是不可以入境的 那所有台灣公民入境都一律要居家的檢疫14天 但是在居家的檢疫 它是不是能夠百分之百的落實呢 你看現在很多年輕人 因為很多是外國留學生回來嘛 我們台灣到外國的留學生回來 有時候年輕人不一定管得住啊 他可能就趴趴走了 或在家裡面就算他很乖 但在家裡面 他真的百分之百防疫的成功 他會不會又污染了 或傳染給他的家人 那另外呢 就是引起爭議討論比較多的 我們之前就說醫師人員禁止出國嘛 所以呢 這也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包括張善純醫師他的兩位公子 一個本來要去的後來取消了 一個去了引起很多的爭議 那我不是要怪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他的公子也講的很有理由 他當時他們在臉書裡頭 他雖然是已經後來撤回收回了啦 但是他也表示不滿說 這根本就是一個很蠢的規定啊 這根本就是一個違憲的規定 他有自由出國 他為什麼不能夠出國呢 我們說高中師生禁止出國 也引起很大的爭議 最後就變成說只是校規 那還是有人會出國 好剛剛講到 所以我們現在的應變的方法 就是全世界都三級警戒了啦 三級警戒 所以所有回來的人 他都要這個自己隔離防疫 那否則的話呢 他可能我們要罰款啊 甚至於公佈姓名啊等等的 那人事行政總處說不鼓勵公務員出國 好啦那院長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就說都有爭議的啦 是不是不發布緊急命令底下可以做 但是呢我回到現實面 現實面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些東西都成了很多防疫的破口 不只是趴趴走公務員 那你不能限制他 我們最新昨天環保署的一個公務員就確診了 為什麼 因為他出國去埃及玩 可他根本沒有跟他的所屬的單位說他出國啊 那其實你無法可罰嘛 你只能道德勸說台鐵的員工啊 還有之前新北的里長啊等等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 真的是這幾天來 就是層出不窮的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其實我覺得對人民是很困擾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講說 會不會去考慮 我剛剛講民眾也怨言 然後學界或者是說像張上淳的公子都公開 他們都覺得說這根本就是違憲的 你違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等等 不只是要排除爭議而已啦 而是我剛剛說的防疫的破口 為什麼我說考不考慮所謂的超前部署 如果這時候發布緊急命令 那麼就是不讓所有國人出國了嘛 因為現在你出國到哪裡都很可能會傳染 然後你現在因為不能夠限制他們 只能規勸 只能說你出國回來就一定要隔離14天 但是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高風險 也浪費我們很多的社會成本 現在里長都累翻了 讓更不要講我們辛苦的危險的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然後回來之後他如果有症狀 你還要再幫他檢疫等等的啦 所以當然剛剛院長的意思是說 現在可能政府部門都覺得要跟其他的國家一樣 爆發了大規模的傳染不得已的時候才發布緊急命令 但我的意思是說會不會很可惜 其實發布緊急命令也是亡羊不牢 有沒有考慮 不要讓我們之前做的這麼成功的防疫前功盡棄 所以發布緊急命令是為了超前部署 會不會做這樣的考慮 謝謝委員這個分析 其實委員顧慮確實不能說沒道理 但我們發布緊急命令要做的 也就是現在在做的這些事啊 就不夠啊 就是我剛剛就講他們還是可以出國啊 公務員還是可以請假 不是 他可以不用請假 他可以週末的時候跑出去就回來了 不是委員 那時候都還沒有到三級 他這樣他還是可以出去嘛 他只是回來說要隔離兩個禮拜嘛 現在不對了 現在我們就相關的規定規範 都一步一步 隨著疫情的變化 二級變三級等等 都有相關規案 不過委員的主題是在 要不要發布緊急命令 是超前部署委員主題在這裡 可是委員也清楚 發布緊急命令是十天內送貴案追認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早在前面就送貴院立法了 所以緊急命令 我送貴院立法是立什麼法 你現在在講哪一個 那是紓困條例防疫條例嗎 那個裡面就有防疫啊 裡面第七條就可以做相關 那你不可能把第七條無限上綱 倒說全國的人都不可以出國啊 那個就是可以做應變之處 這就太無限上綱啦 用那條就可以啊 那如果用那一條就可以的話 如果啦 好 我不跟你 argue這個 那就是台灣就可以不用發布緊急命令啊 就算到時候發生了 剛剛講的大規模的傳染也好 或是經濟上面有重挫也好 你都不用發布緊急 你一條一條就好啊 這麼好贏 委員這樣 有見仁見智 有人這樣說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照你的邏輯 我們就不用發布緊急命令了 一條這麼好贏 就用一條就好啊 我們就是要謝謝貴宴 其實在貴宴通過的特別條例 我們通過那一條 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擴充的解釋喔 但是是不是你要改變你之前的講法 就未來不管怎麼樣 都不會發布緊急命令 這也是一種選舉啊 這也是你們的政策啊 沒有 我很明確的講 一開始委員要我先 什麼狀況下 我已經很明確講了 院長 最後三分鐘的時間 那我想要繼續請教院長的 就是說因為 發布發布緊急命令 當然就是說影響非常的重大 對於防疫的效果 還有對我們每一個老百姓 我們的生活起居影響都很大 921的時候 曾經發布過緊急命令 內容包括財政 財產 醫護 國軍的調度 緊急的調用許多的物資 醫護人員等等的 甚至於兇台物價 囤積物資都有做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 院長所假設的發布緊急命令的狀態的話 那超前部署這個我們要準備啊 我相信內政部請那個部長 是不是我們發布緊急命令的內容會包括什麼 我們以現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的話 它包括譬如說全面禁止國際韓邦的起降 全面禁止國人的入出禁 這入出禁止內政部裡面是卡最多的 負借最多的就是內政部啦 實施宵禁這個警察就有很大的一個工作量了 然後禁止出門 現在很多國家都是禁止出門的 全面的停班停課不用講 還有大眾運輸全面的停駛 甚至於像我剛剛說的停止聚會 今天英國也宣布的 兩個人以上聚會都不可以了 所以如果啦 萬一啦 我們今天要發布緊急命令的話 因為政府也要做準備嘛 內政部也要做準備嘛 那如果我們要發布緊急命令的話 會牽涉到什麼樣的內容 因為院長的講法就是說 台灣已經爆發了大規模的社區感染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發布緊急命令嘛 那緊急命令的內容會是什麼 你們有討論過嗎 內政部有這個時候開始做相關SOP的準備了嗎 不然到時候手忙腳亂怎麼辦 委員等一下我再請部長說明 我先講一段 就是委員舉的例子 譬如921 那個一地震 當然立刻發布緊急命令 跟這個疫情一步一步嚴重的發展 是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緊急命令 那也因為921之後 因為SARS之後 我們很謝謝 我們整個國家已經定了相當程度的法律基礎 那這一次我們更加上特別條例 所以其實法制上讓我們這一次可以做到目前 未來如果緊急命令你要問的內容 我請部長說明一下 就是說你們今晚內政部有沒有開始做的準備 超前部署的準備了 未來萬一要發生緊急命令的話 這麼多的業務這麼多的內容 現在有開始在準備了嗎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的防疫的 這些該有的準備我們都有在進行 包括我們分流分組分區議地辦公等等 這些都有在處理 那根據就是針對緊急 未來可能緊急命令的內容 如果針對說緊急命令 因為緊急命令發布了以後 它還有細節 不是緊急命令發布了以後 政府就可以維修 我現在就在問啊 可能的內容啊 那這些可能的內容 要根據疫情的發展 一項一項的出來 所以我剛剛跟委員報告說 其實每一個我們在疫情指揮中心 都有做相關的沙坊 現在根據剛剛院長的講法 就是大規模的社區感染嘛 好 謝謝